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 听众好朋友 我是佩玄 我们现代人啊 越来越讲求健康的生活环境 还要兼具便利的生活机能 一个能够优雅的慢活养生 还有满足十一住行的家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模样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家庭建设 电梯别墅新案芝山田的专案经理 许荣哲 许专要来跟我们分享芝山田的规划 许专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荣幸为各位介绍 家庭建设芝山田的建案 芝山田基地位置 位于北北屯市政特区 交通方面靠近国事坛子交流道 可以直接衔接上74号快速道路 沿线串联了大圆百生活圈 中科园区 雾日高点站等等重点区域 享有完整的大台中黄线路碗 不管是要透过国道4号到台中海线 还是74号快速道路到高铁 或大礼物峰 皆可以在约25分钟就可以抵达 在生活品质方面 因为是从繁华大道转入镜像接扩 住家环境有充足的隐蔽性 整体基地依山而居 每天都可以到新田登山步道 或是大坑登山步道走走 清静大自然哦 哇 每天可以去运动 而且呢 就离山几步之遥哦 觉得这真的是理想的生活环境 所以每天可以清静大自然的电梯别墅 在城市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 那知山田在生活机能上 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便利性 可以请许专跟我们介绍一下 知山田建案 警离台中市警察总局 毯子联合办公大楼 实际医院 享受完善的行政医疗机能 食音住行方面 有全联 好事多 大地山场 毯子中山山圈 松竹山圈 东山山圈 随时都很好采购 在孩子教育上 有华盛顿 长春藤 威格等双语学校 家长就近接送 安全又放心 配合台商回流 企业投资等产业需求 有巨星产业园区 汉子科技产业园区之称 尤其以巨星产业园区 规划有三期 一起全数完成招商 提供23家工厂进驻设厂 二期开始进行可行性评估报告 区域未来发展可期 我们说买房子 地点地点地点 这三项都是在地点上面 这个资三田在这个 十一住行上面 还是产业的发展上面 都非常的充裕 尤其你看 有学校 医院 还有工商的一些 方便的一些设计 所以是真的算是 非常非常的充裕 那之三田主打智慧社区 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具体上面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呢 随着科技智慧的发展 社区智能化管理已经是趋势 家顶建设之三田社区 导入云端智慧 采用Cloudlink无人化访客管理系统 以AI人脸辨识 QR Code时效性门禁 24小时远程管理访客出入 社区更配置智能互动式防疫柜 UV纸外线杀菌灯主动消毒 收包裹 收括号信 拿外送 都能做到零接触传递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在现今是非常非常重要 除了社区智能化 直三田的室内格局上面 是不是有让人家可以亮眼的地方呢 直三田建案 以全零住宅的概念规划 有前院停车 一楼停车 户户双车位 配备电梯 客餐厅挑高3米6 整层大气主卧 四到五间套房 完整卧房设计 全家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我们还有透气采光天窗 单层独立排气 设置OneTouch 节能控制开关 等等的贴心设计 从0到100岁都能住得舒适又健康 哇 谢谢许专 今天的分享 最后还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家顶建设之三田 电梯树全面东宫中 欢迎大家到接待会馆现场走走 抛杯茶 喝喝咖啡 了解一下人生各阶段最刚好的家是什么模样 我们接待会馆的位置是在 汉西西路与军福十九路交叉口这边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您要到家顶建设来走一走的话 记得预约专线是0424377166 0424377166 欢迎大家有空就来这边参观哦 那今天非常谢谢许专 分享这么多的资讯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 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城市搜查线 我们就下回见 拜拜